本台记者霍西,备受国际关注的菲律宾速华南海问题仲裁案迟迟没有裁决 常设仲裁庭近日又收到了第三份有民间团体提出的法庭之有意见书 再度为判决造成了新的变数 这份意见书由香港一个独立非牟利的国际法研究团体成交 参与联署的包括来自香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多名法律学者和国际法专家 他们引用多个国际案例从仲裁庭管辖权和世界可塑性两个方面 全面质疑菲律宾三方面提出仲裁以及仲裁庭受理的法理基础 这些法律专家认为 一、菲律宾质疑中国南海九段属领土主权争议和化界问题 依照海洋法公约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二、中国在相关岛礁的行为活动属于主权之下的防卫活动 菲律宾无权提出仲裁 三、大量西方文献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利 仲裁庭不加调查实属不当 记者霍西牵头提交这份文件的是香港著名的资深大律师冯华健 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此并不否认 我们的 motive物是不是谓 您懂得如果是准确或是正乎是正习的 或者是正习的 或者是正习和正习的 但其他重新的影响是 抑制命的 和信誉的法律的法律 因為什麼重要的在結果 是不只是信誉和信誉 的法律的法律 必須保持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整體和信誉 整體和信誉的法律 保持 這就是我們最終的 勤奮 我們要進行 法庭自由意見書是仲裁程序的重要部分 根據規定仲裁庭必須考慮 意見書的法律觀點和力氣才能夠做出裁決 而在此之前 海南漁業協會和台灣團體提交的法庭自由意見書 已經讓裁決一再推遲 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聲明對整個仲裁程序不接受 不參與 不承認 和不執行 但仲裁庭的最終裁決 還將會影響南海局勢的發展 防衛士柳一江星法國巴黎報道